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明在知道个人第六次犯规后 必须要离场 对裁判判罚一直心怀不满的姚明终于爆发 那首先是在板凳上狠狠的将毛巾倒甩到了场内 而且口里还不断的喊着3个裁判见状 立刻冲到火箭替补席上 把姚明驱逐出场 姚明在火箭工作人员的推讨下 带着满枪怒火朝更衣时走去 这是他职业生涯以来 第一次被裁判直接驱逐出场 姚明自从加盟火箭以来 一直深受众人的批评 认为他的内线打得太软 没有一个中锋应有的霸气 不过毕竟姚明的身体不能和奥尼尔这样的霸道中锋相比 想求他去变身大鲨于肆虐内线 只能是把鸟助长得不到一点好处 但尽管如此 姚明作为联盟顶级中锋之一 不能像奥尼尔那样一把山西气概式 但也应该只有自己的血性和怒气 这是一个球员 是一个男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结果 姚明两眼冒火将毛巾摔在地上 尽管被裁判直接驱逐出场 但姚明赢得了尊重 作为一个球员 作为一个男人 咱就是摔了 此次驱逐出场 激起了姚明的动志 果剑也开启了一段不可思议 的神奇二十二连胜之旅